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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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今天是我們2500年的旅程的最後一站 最後一站我們又回到了正義 我們第一站的開始也是柏拉圖談正義 不對 我們第一站有一個前傳是柏拉圖談愛 大家不要忘記 對 然後是正義 那我們今天又回到正義 我們先從一個大家最貼身的一個問題和經驗開始談起好了 就是說大家從小開始念幼稚園的小學 中學 國中高中 然後念到大學這樣 這整個教育體系啊 大家都在裡面經驗過這個教育體系的種種對不對 被這個教育體系荼毒了非常多問題這樣 然後快要解脫了 不知道大家從小到大在教育體系的感受是怎麼樣 通常有一個最糟的缺點是大家都失去了所有對學系的興趣 就在知識不再有好奇心這樣 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這樣 我覺得教育大概唯一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讓大家保持好奇心到年老 倒地為止這樣 對 好 但是有另外一個方面是說 大家從小到大體驗到的這個教育體系 它是一個競爭的體系對不對 就是說在每個關卡都面臨著一個競爭 然後你的父母親 你的師長會告訴你說 你一定要有好的表現 努力的在各方面表現 現在包括了課外活動 那也包括要這個在課堂上有所表現 然後最後在基本學歷測驗 或是在指考有所表現這樣 那如果表現得好的話 你就可以這個經過篩選 然後進入一個比較好的高中 然後再經過篩選 進入一個比較好的大學這樣 那它是一個不斷的去篩選的一個體系這樣 那很殘酷 非常非常殘酷這樣 表現好的就進入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高中 或是大學 那比較好有非常多層的意義 像大學的比較好其實就差異非常大對不對 你看台大的資源大概是 所有其他大學加起來可能都沒有台大多 其實老實說 台大資源是非常非常多的這樣 那我之前也發現說 台大有非常多的這個出國 大學部就可以出國這個 一個Tribble abroad 其實就是交換學生計畫這樣 那有非常非常多學校你們可以去 而且通常申請的話大概 可能至少有二分之一的機率可以申請到這樣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優渥的一種機會 那其他大多數的學校大概也沒有這樣 那你們也會注意到以後 如果你們有台大的這個身份 你們申請任何的 比如說 教育部的這個大專生研究計畫 或是各種這個獎學金出國公費等等 外交部的計畫 台大學生這個身份也讓你們佔有了非常非常高的優勢這樣 你們一開始就有余能加一半這樣 那你們的學費也相對上比 私立大學低廉很多對不對 他們可能一個學期現在要繳到多少錢 八萬十萬之類的這樣 那台大的學費還是相對上比較低這樣 那我們可以說這個體系 台灣的教育體系 它是一個meritocracy的一個體系這樣 我們有學過這個eritocracy是會族制對不對 democracy是民主制 oligarchy是寡頭制 AR這個ACY等等就是什麼什麼制對不對 那meritocracy也是一種 這個社會體制的一種治理的這個基本的體制和模式這樣 那這個體制和模式 就是在這個merion webster的這個字典裡面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描述 非常非常精準 他說他是一個系統 在這個系統裡面有天分的人 他會被懸上 然後他在這個體系裡面不斷的向上爬升 move ahead 他是基於他們的表現 所以你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你的天分 你的talent 一個是你的表現 你的achievement 你的成就這樣 所以我們通常講merit是什麼 這個人做這件事情 他是不是一個 具有merit 值得我們給他什麼獎賞 我們在講merit的時候 我們通常指的就是他的表現 他的功勞 他的功勞 他的成績 這是他的表現這樣 那大家從小時候大的一個 這個教育體制是一個meritocracy 他按照你的這個表現成就 你的表現成就 你的表現成就 背後實際上是跟天論有關係的 這樣 那還有跟很多因素有關係一樣 不過最後就是平安的表現和成就 然後就給你獎賞 或是給你懲罰 或是給你比較不利的處境 那百姓越好的人就給你越多的這個獎賞 而且這個獎賞到了台大之後 事實上這個獎賞是最大的 因為從此你人生的很多其他的這個成就和收穫 都會因為台大這個身份 而擁有很多優勢這樣 所以台大不只是一個大家想爭取的一個目標 它也是大家想爭取的一個工具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種beige 你的這個徽章 那你可以獲得更多的這個優勢這樣 那我們就會去問說 這個是一個基本問題 就是盧爾斯會去問的一個基本問題 就是說 這樣子一種選擇和這個獎賞的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這些被選擇和獎賞到的人 它是不是真的deserve 它所獲得的benefit和advantage 它是不是真的值得 是不是真的應得 它獲得這些獎賞和優勢這樣 那它進一個更廉價的 更公立的更廉價的 就是學費更低的大學 但是這個大學的資源 就是遠比其他的這個實力大學 要付更多的學費來的更優渡這樣 那這樣子是不是一個公平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通常會去回應說 我們盡量讓一些表現成就比較好的人 讓他們能夠獲得比較好的教育 比如說如果他的這個成績特別出色 那我們可能就讓他去當醫生 讓他去當這個等等等等這樣 那似乎對這個社會並不會有壞錯 也會有好處這樣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希望比較有天分 比較努力 然後成就比較好的人能夠去做一些比較重要的職務這樣 所以他好像對社會是有一些好處的 可是這個好處歸好處啊 這個好處我們會去問兩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好處是真的efficient 它是不是真的有效率 第二個問題是這個好處是不是真的是屬於公平的好處 也許他帶來好處可是他是不公平的 所以公平和其他好處是可以區隔開來的 其實像我那個年代的聯考制度啊 他的效率是更低的 因為那時候完全的成就表現 只看你的這個背的有多好 然後數學算的有多多 他是個非常機械式的這個 你只要努力機械化的背誦 你就可以表現得很好 然後你就被選到去被獎賞 他真的是很沒有效率的 沒有效率是說 有很多天分都被浪費了 對不對 人事實上是有非常多元的天分的 可是我們光是用自立表現 就是考試的自立表現 就去做這個獎賞和這個懲罰 這個工作這樣 所以連效率可能都是被 就算帶來好處 可是他的好處是真的很有效率 可是我們要問的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說 那就算他帶來的效率好 他是不是真的公平 我們要怎麼 我們隱約覺得事物是不公平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去 有一個比較系統性的方法 讓我們得出一個 所謂的公平的這個原則 來去評斷說這到底公不公平這樣 那就好像現在的這個 公務員的這個年金改革 那很多公務員都會去說 他們當年是考試進去的 競爭激烈的考試 花了很多準備 那他比較會考試 就是他天分比較高 或者是他這個 比較努力 表現比較好 所以他就贏得了這個公務員這個職務這樣 那也因此呢 他因此獲得了這個退休的年金 其實也就是他贏得的 你看這種思考方式 他好像認為他的表現 就應該獲得一定程度的這個獎賞這樣 然後他就不再去問他公不公平了 也就是他的公平性 他可能會說公平啊 因為這是我努力得來的 就好像有些人會認為說 我進台大公平啊 這是我努力得來的 其他人都沒有這麼努力這樣 然後我就很努力的就考上了 然後我就進來了 所以我成績比較好這樣 可是你如果這樣去看待公平啊 你就把公平把它簡化成 就是Maritocracy這樣 因為Maritocracy就是公平的 就是一個系統 他就是該去獎賞那些有天賦的人 還有表現成 還有表現得好的人這樣 也許Maritocracy有一點公平的成分存在 但是我們今天會討論到的公平的概念 會認為說Maritocracy的公平性 實際上是很有問題的這樣 那公務員的這個 這個年金問題也會遇到一個效率的問題 就是說 好吧 你當年這麼會考試 你就考進了公務員體系 可是這種 體系真的是有效率的嗎 他真的篩選出真正有能力的公務員嗎 他真的能夠讓公務員 持續的能夠有很好的表現嗎 對不對 所以效率和這個公平性 可以讓我們不斷地去討論這個 Maritocracy是不是一個 這個良好的一個體制和制度這樣 事實上台灣因為過去的聯好制度 大概佔了這個 有半個世紀之久 所以你可以看到 Maritocracy幾乎是台灣人的這個 基本的這個 反應式的思維這樣 就是說 這是我努力 這是我表現得來的 那就是我該得的 然後大家就不會去再考慮 一個背後更深層的公平的這個問題這樣 那這是我們今天要去這個 探索的主要這個問題的一個出發點 好 那我們的這個 今天的主要主角就是這個 John Rawls 約翰羅斯這樣 那他是這個 19世紀 不是20世紀 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一個政治思想家這樣 那大概在前幾年過世了這樣 那他影響非常非常巨大這樣 當代的這個大概有半數的政治思想家 都是被他這個啟蒙影響長大的這樣 好 那對羅爾斯來說 他想要去 繼承康德的一個 一個想法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去找出一個社會啊 對大家來說 最普遍的 最general的 也就是最公平的 那個法律的話 也就是說最普遍 最公平的政治社會體制的話 我們到底要經過什麼樣子的條件 我們會覺得說 他是真正公平的 他是真正普遍的 那康德給的這個原則是非常抽象模糊的 康德說 我們會去挪用康德的這個普遍性的這個測試 就是說 如果這個法律 這個體制 他可以被所有人當作他的法律 生活中的律法而行事的話 如果你能夠經過這個測試 那就是一個可以被普遍的法律 我們就覺得他相對上是公平的 是普遍的這樣 可是我們就很困惑 因為很多人就開始批評康德 你怎麼樣去推理一個法律或是一個體制 是不是被所有人能夠接受 所有人能夠接受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一個法律一個習慣 可能佛教徒可以接受 基督徒不能接受 伊斯蘭教徒又不能接受 那財產權體制 可能這個商人很喜歡某種財產權體制 可是某種勞工又很不喜歡這個財產權體制 包括裡面的稅收制度等等 那到底什麼樣子的一個情況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統一 會認為是一個成為普遍法律的一個基本的主要條件 顯然我們一大問題是說 你要每個人都統一做一個基本條件 就是說你一個法律一個體制 要真正能夠普遍化 要真正能夠是公平的一個法律和體制 康德會說基本條件是 每一個人都要能夠給予同意 每一個人都要能夠把他當作 是他的這個普遍法律 他必須要universally的這個是有效的 可是看起來困難問題是在於說 每個人都同意這件事情 很不容易達成 因為每個人身處不同的社會處境 不同的宗教文化 不同的個性 不同的人生企圖 所以大家顯然對於各種各樣不同的法律 和制度提出來之後 都有不同的想法 你怎麼樣去說 什麼樣子的條件之下 每個人都同意 那就會是一個真正普遍的法律 顯然你還需要提出一個更進一步的條件 然後在這個條件底下的人 如果都能夠同意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它是一個公平和普遍的法律 顯然我們就要多一點條件 對不對 那這個多一點條件可能包括他說 這些人所在的處境必須要是真正平等和自由的 對不對 必須要真正處在平等和自由處境的人 他們都能夠同意的法律 我們才會覺得是一個真正普遍和公正的法律 那老闆和非常窮困的勞工簽約 即使他們雙方都同意 我們可能還是會覺得這是一個不公正的一個協議 因為他們處在一個不平等與自由的一個處境之下 簽的約 對不對 那我們在社會當中 大多數大家會給予同意 會簽的約 事實上大家處的那個處境都是不公平的 對不對 你有你家庭的狀況 他有他家庭的狀況 然後還有他的收入 還有他的等等等 大家在看到政府提出一個法律和一個政策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不同的想法 對不對 那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這樣 那你要怎麼樣去設想一種情境 是所有不同處境的人 都會覺得那個情境如果我進入之後 我們就會真正成為自由與平等的關係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大家同意的那個法律 就會是真正普遍和公正的這樣 所以如果再講的就是說 我要怎樣提出一個更進一步的一個情境的設想 讓康德眼中那些自由與平等的這些理性行動者 是真正自由與平等的 因為在現實生活當中 顯然大家並不是真正自由與平等的這樣 大家除了有相同的公民權之外 有太多不一樣的地方這樣 所以每個人對於什麼是一個他可以同意的法律 都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某一個程度上 讓每一個人從他現實生活中的處境裡面 把他拉出來 放到一個真正平等與自由的一個處境裡面 讓大家去想 那什麼樣子的法律 你會真正去給予統一 那才是我們會覺得真正平等與公正的這個基本 基本上的一個法律這樣 所以如果只是這樣想的 那他認為這個背後 仍然是一個契約論的一個思維 不過契約論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目前讀到的契約論 大概會有兩種 一個是你 這個是契約論 一個是你真正統一的契約論 一個是在假設的情況下 你會同意的契約 你看康德和盧爾斯 他們其實多半在想像是假設的情況 因為現實的情況 每一個人都處在完全不同的處境裡面 所以現實情況底下 大家就算達成了某一個協議 他都還是不會是真正平等和公正的這樣 所以康德和盧爾斯他都要想像說 那我們要想像一個真正與平等與公正的一個情境 做的選擇 那才是一個我們真正會覺得 平等與公正的契約這樣 那真正與平等與公正的情境 他就會是一個假設性的情境 你現在具體的個人 你用你自己的人生理想 你用你的家庭狀況等等等等 那都是實際的一個情境 在實際的情境中 你去簽了約 他不會是真正平等與公正的 可是如果把你拉到一個假設性的情境 你和別人真正在一個平等與公正的一個關係裡面的話 你簽了約就會是真正平等與公正的 這是康德和盧爾斯對企業論的一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革命和改革這樣 那當然他們不一定是正確的 那他們如果說真正能夠達成一個普遍公正的法律的契約 他必須要是假設性的 把你從你現在具體真實的情況中 拉出來把你放在一個更真正自由與平等的 跟別人的關係裡面 那這時候你們討論出來的這個法律 或者是某種原則才會是真正不偏於公正的這樣 那實際的契約啊 這也是一個吊詭這樣 因為後來有些人就會檢討 那到底霍布斯 洛克 盧梭 他們講的那個社會契約啊 是真的存在嗎 歷史中好像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有在做這個簽約的動作這樣 美國看起來可能有一點 因為美國在建國之處的時候 有一個制定憲法一個大會 然後這個憲法又到了各州去爭取統一 那最後大家都統一之後才簽這個約對不對 美國看起來比較像是有一個簽訂社會契約這個過程這樣 可是大多數國家都沒有 英國沒有啊 對不對 可是洛克 盧梭覺得他的社會契約可以應用在英國上面 那到底傳統的社會契約論者就是康德之前的啊 他們想像的這個社會契約是真的有實際的發生 人們真的有給予同意嗎 這是後來對這個社會契約論就是如說之前的人的質疑 那通常的回應是說 那通常的回應是說 確實歷史上沒有真正發生 實際的這個社會契約 我們沒有真正去簽一個第一約定對不對 可是呢 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可以去幫助 或不是洛克或是盧梭說啊 人們事實上或多或少 可能經過了一定時間的歷史的這個演變 人們事實上已經給予了他的政治社群 還有他的政治政府的這個基本形式一個統一 所以仍然我們可以說 因為經過了一定的過程 所以人們事實上給予了統一這樣 所以這個統一並不是一個某種真正實際發生的簽約 而是一個歷史過程之 某些歷史過程 這些歷史過程包括這個美國他制限的這個過程 也包括其他的歷史過程 英國可能是這個 國王國會和人民之間的關係 不斷的被挑戰 不斷的被調整 然後最後大家達成了一個這個 普遍可以接受的狀況 那可能也可以說他達成了某一種社會契約獎 所以如果要去講社會契約 是不是有真實發生的話 如果你要去為 如說洛克或不是辯護說 確實是有發生 而不只是純粹假設性的契約的話 那我們就要去說 為什麼這樣這段歷史 我們可以當作有某個契約 事實上在我們這個社會中發生 比如說大家可不可以去想像說 比如說野百合運動或是太陽花運動 它事實上是一個這個社會重新簽約的過程 一個基本社會契約的某一個基本條款 事實上被重新去更新了 野百合運動大概是很明確的重新更新說 民主是我們這個社會最重要的契約的一部分 那這個是永遠不可改變的 這就是我們基本社會契約的一部分 也許你可以這樣去做解釋 不過anyway我們的重點是 或不是康德和盧爾斯他們談的這個社會契約 都已經是假設性的 因為他們認為只有假設性 我們才能夠真正認為得出來的這個結果 是真正平等與公正的 所以這個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這個盧爾斯對社會確認的下一步的一個改革是 我們傳統的社會確認都在討論說 你從自然狀態進入一個有國家的一個狀態 那大家簽約的時候 你會決定這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形勢 我要加入哪個政治社群對不對 他是一個自然狀態進入一個社會狀態的簽了預約這樣 可是如果是不是 如果是想要簽了預約是說 我們現在都已經在這個社會裡面了 每個人都已經在這個社會裡面了 而且我們先假設我們這個社會 跟其他社會沒有太多的關係 所以我們先假設沒有國際關係 我們就是一個孤立的一個社會這樣 那他去問說 那我們這個社會啊 我也不是要去問這個政府的形勢該怎麼樣 這是一個比較表面的問題 我要去問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這個社會 如果我們大家想要一起繼續經營下去的話 我們會覺得哪些最基本的公平合作的條款 公平合作的原則 是每一個人在自由與平等的情境之下 都是可以給予他的同意的 而且每一個人都會同意 如果是他的同意 企業論同意的對象 是大家合作的那個公平合作的基本原則 而且是已經在一個社會裡面這樣 所以這個跟傳統社會企業論很不一樣 傳統社會論討論的是說 我們要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 大家簽了約 我們要加入哪一個政治社群 我們想要決定政府的形勢 他目的等等這樣 可是如果是不是 他說的是說 我們已經在一個社會裡面了 現在我們要去設想 到底什麼樣子的基本合作的一個條款 是每一個人都會真正給予統一的 也就是在自由平等的情境之下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預期他能夠給予統一 如果我們能夠找出這個 基本的公平合作條款的話 他就應該要能夠去規範我們所有的 基本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 還有規範之後我們所有討論 對這些社會經濟制度的改革修正等等 都需要受到這個最基本的 我們大家能夠同意的這個 社會契約推論出來的這個 基本公平合作條款所約束這樣 所以大家知道他的這個社會契約 想要達成同意的那個對象 跟傳統的社會契約是不一樣的 他的對象是怎麼樣去能夠達成一個 關於公平合作條款的那個條款 那個基本原則 而不是政府的行事政府的目的 也不是要加入哪一個政治社群這樣 所以他對這個社會契約論有一些改革 那我們現在討論說 如果是怎麼看待我們的這個社會 這個非常非常關鍵 當你比較能夠了解他怎麼看待我們這個社會之後 之後問題就簡單了這樣 最關鍵的是他怎麼看待社會這件事情這樣 而且這是一個陷阱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這樣子看待很自然 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可是你細究下去就會發現 事實上很多人可能是不會同意的 因為你當然同意他對社會這個描述啊 你就會發現 你會去贊成他對公平分配的一個非常強烈的主張 可是大多數的這個成功的商人資本家 可能都不覺得他想去接受 如果是這麼強烈的一個公平分配的一個主張 所以顯然很多的強調自由市場競爭 而且成功的人 他不會認為這樣一個對社會的看法是合理的 所以我們要來看到底如果是怎麼看待社會這件事情這樣 他認為說一個社會啊 他是一個這個大家為了互利 互利就彼此都要能夠獲利 然後進行合作的一項事業 Venture我們可以翻成事業或是某種努力 他是一個大家為了彼此互利 而要進行合作的一個事業 那這個合作呢可以去促進每一個參與者 他想要追求的這個良好人生 美好良好的人生這樣 Good life 你的各種Good這樣 他能夠去促進每一個人的這個良好人生這樣 那你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描述 你會覺得說 這個看起來非常抽象啊 好像任何的人類的這個互動的模式 都是這樣的一種情況啊 大家都在進行合作啊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這樣 好 他對這個合作他又進行的這個 更兩個一個基本的一個具體的說明 他說在這樣一個合作的事業裡面啊 努力裡面 我們大家是彼此合作嘛對不對 我們會有一個一致的一個興趣 這個興趣是說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合作的話 沒有任何人能夠過著一個基本上滿足的一個生活 每一個人都要加入這個合作的這個事業和體系裡面 不管是有錢人 他再有錢 他有自己的噴射機 有自己的豪宅 有自己的這個空氣濾鏡器 有自己的農場好了 他都還是要加入這個公民 這個這個合作體系裡面 不然他不會有一個這個滿足的 基本滿足的生活這樣 那窮人也是這樣 即管你是一個遊民好了 你覺得你好像不需要社會 你就可以這個單獨的這個孤獨的 像遊民一般的生活 你還是需要這樣子的一個社會合作體系 不然你不會有一個基本滿足的一個生活這樣 那這個東西一加進來就有趣啦 你看大家可以想想看 一個競爭市場的體系啊 他一定是一個 如果是意義的合作的一個事業嗎 比如說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全球的競爭市場體系 他是一個如果是意義下的一個合作的一個事業嗎 我們可以設想我們跟全球所有的人類 在進行一個合作的一個事業 然後這個合作是為了彼此的互利 而且這個合作會促進彼此的這個 參與者的這個良好生活這樣 市場的討論者或是經濟學家 他們很可能就會很簡單跟你講說 市場本來就是會促進每一個人的這個好處這樣 是因為市場是有效率的 如果不是有好處的話 你也不會跟別人交易 交易的本身就代表說 你可以從交易中獲得好處 所以他們可以很簡單的說 是 市場一定是某種意義上的互利 可是沒有 如果實際他對這個什麼叫做合作 他有一個更精確的一個定義 必須要大家對有一個一致的興趣 你如果不參與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過一個基本的 滿足的一個生活 而且這個合作他的這個系統 他的這個體系 是一個完整的一個體系 要不然你就選擇參與 要不然你選擇不參與 你不參與的話 你就是無法過的一個基本滿足的生活這樣 可是我們來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有些國家他可以選擇很少參與 對不對 他可能不容易 因為當代全球這個經濟太緊密了 可是原則上 一個國家他應該是可以自主的 他不一定要參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但如果他不一定要參與的話 他就不會覺得他跟你在進行一個合作事業 對不對 除非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參與 不然這個人就會無法過一個基本滿足的生活 不然這不會叫做是一個合作的一個事業 所以大家要去理解 為什麼合作這個東西 竟然能夠在洛爾斯的這個想法裡面 有這麼大的一個後來的一個延伸性的一個推論這樣 這是一個大家有一個基本利益上的一致性這樣 然後第二是說大家的利益一定會有衝突 那這樣子 然後大家在討論這件事情他會講說 我們大家集體在進行一個合作 這個合作是對每一個人都有利的 然後我們這個合作的時候 我們會集體產生一些我們合作 因為我們合作而出現的那些利益和好處 今天我們如果完全不合作的話 每一個人自己工作 然後自己完全獨立的生活 我們不會有集體合作而產生的那些利益和好處 可是我們一旦進行了一個集體合作的一件事 一個社會系統 我們就會集體產生一些大家因為合作才產生的好處 當然也會產生壞處 因為可能造成環境污染等等這樣 而且可能會等等有其他壞處 可是有很多好處是只有我們集體合作才會出現的 你看究竟是很有錢很有錢的人啊 他能夠那麼有錢 他也是因為參與了這個社會合作的一個體系裡面 他才能夠變得這麼有錢 如果完全沒有社會合作啊 有錢人不可能這麼有錢 他頂多就還是一個農夫而已 他就只能耕作自己的地對不對 他任何想要去經營生產線 經營工廠去販賣 然後從販賣中獲得利潤 再害有人 他都完全需要這整個社會合作體系的這個配合這樣 所以 除非我們歸到零 就是說每個人只跟住他自己的東西 要不然我們大多數大家身上所有的這個財貨 有錢人非常有錢那些財貨 貧窮人非常貧窮人有錢那些衣服 這些財貨事實上都是大家集體合作之後才產生的 所以你看 如果是這樣講 他已經把合作又多加了一些東西進去了 就是因為這樣一個集體合作的一個事業 是大家共同在參與的 所以你所有的東西都是靠這個集體合作才出現的 如果沒有這個集體合作的話 你就會過一個連基本滿足都沒有辦法獲得滿足的一個生活這樣 所以有錢人他會跟你講說 你所有的從基本財貨以上到那些奢華物品 他都是因為大家願意跟你集體社會合作 你才能夠擁有他這樣 那在這樣一個集體社會合作裡面 大家的利益是衝突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想獲得大家集體合作產生的那些好處 想要獲得越多越好 比如說我們集體合作的GDP好了 每一個人都想他的薪水能夠佔GDP的多一點這樣 沒有人會想要佔少一點這樣 那因為每一個人都想要佔這個 集體合作產生出來的那些東西更多一點 所以大家利益產生衝突這樣 如果大家利益不會衝突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這個公平原則了 大家都是小天使 小天使是不需要公平原則的 那這樣子是一個基本的對這個社會的這個界定 就是這個社會是一個合作的一個體系 那我們再繼續幫這個社會再添加這個血漏進去 如果是會說一個社會 我們可以說是一個近代的社會 他一定有一些這個主要的社會制度 major的social institution 大家要知道羅爾斯的這個 他寫的兩本書 他形成了一個血素工業這樣 非常非常多人在評論他這兩本書這樣 所以他每一個詞都被討論到爛掉這樣 剛才那個社會合作光是這個詞就有人寫的 非常非常多配合作 叫做社會合作這樣 所以你看每一個詞都是非常進去的 他說另外一個社會 他只有他的major social institution 那major social institution 他包括了政治的 包括了經濟的 包括了社會的 那我們可以舉例 什麼叫做major social institution 這邊有一個稍微的舉例 你看第二項他包括了 比如說你所有的自由權的保護 在法律上獲得保護 那是這個基本社會基本制度的一部分這樣 我們有競爭的市場 這也是社會基本制度這樣 那我們有私有財產權 那你私有財產權 可能你可以讓這個財產工具是私人擁有 那也是我們的主要社會制度這樣 他包括家庭 家庭也是我們的主要社會制度這樣 所以大家你可以注意到 如果是他想要去討論正義原則可以規範的對象 他不只是討論政府的組織 他要討論是所有的主要的社會制度 所以他包括了所有政府的制度和組織 當然 特別是那些去影響到你的基本的這個 這個權利的法律保護 那些組織和制度這樣 那也包括了經濟體制 私有財產權 然後競爭市場 那也有包括家庭 家庭它作為一個社會制度它影響人甚深這樣 所以對羅斯來講他一定要去討論這個東西這樣 他說任何一個社會合作 一定會有一些major social institution 那這些主要的social institution 他們 你看這是社會合作 然後這個每一個人 這個 每一個人他一出生 我們要來想像這個社會合作的這個邪論 每一個人一出生 你就會處在一個不同的出發點 不同的一個社會位置 一個出發點的一個社會位置這樣 比如學生一出生 他就是郭台銘的兒子這樣 對不對 有些人一出生 他可能就是這個 單親家庭 然後他媽媽可能也是很辛苦的在做手工的工作這樣 有些人一出生 他可能他老八 是一個這個非技術功能 沒有特別有技術的一個勞工的功能這樣 那可能也有人更有無 大家一出生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然後大家在這個社會體系裡面 大家都有各自的這個 這個是指的是你的這個 在這個社會合作體系裡面 你出發 你一出生的那個出發點 那如果是他其實後來講得很明白 你的出發點是被兩個因素決定的 一個因素是你的家庭的收入和財富 我們剛才講的這些不同的社會地位 總歸不同的這個階級不同的這個父親的職業啊 總歸如果是說不同的收入和財富可以 概括那些不同的差別 這個你是這個 這個成衰變馬英九的兒子 你是這個郭台銘的兒子 你是這個誰誰誰誰誰的女兒這樣 那最終決定你的出發點的這個高下就是你家庭的這個income和wealth 其他東西都可以轉換成income和wealth 第二個是你的生理特徵 他因為文化的因素 導致你在這個社會中的競爭和權力的分配會很不平等 那人類社會不應該有這個現象 可是就是一定會有這個現象這樣 所以它包括你的種族膚色 包括你的gender 你的性別 然後包括了你的某一種你的這個族群身份 族群身份它不完全是你的生理特徵 種族和性別是真生理特徵嘛對不對 因為你某些生理特徵導致你在這個社會中 你的基本權利你的機會受到你這種影響 可是族群它雖然不是完全的生理特徵 可是它影響它會跟著人很久 它對人有一個非常長遠的影響 所以它是某種準生理特徵這樣 比如說像辛苦的原住民同胞 或者是這個移民的這個第一代或是第二代這樣 他們有某些這個非常辛苦的狀況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某種準生理的一個狀況這樣 會一直跟隨著他 一旦他出生在那樣的一個族群裡面 那他就會不斷地跟隨著他 然後一定要造成很大的這個影響這樣 所以每一個人這個社會出發的點不同 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說 你為什麼會處在不同的社會出發點呢 其實是因為你的major的social institution 它裡面肯定的這些社會出發點不同的存在這樣 對不對 因為它給予私有財產權制度 對不對 它給予這個競爭市場 對不對 然後它讓這個市場 或是讓整個社會的這個評比的體系 被這個gender和raise直接所影響等等 所以這個major social institution 它從你一出生開始 就非常徹底 而且它用的字是deep and pervasive 它就非常深 而且非常徹底的去影響到你這樣 然後它會一直影響你一輩子 你看每一個人他都在開始社會的做動 他都要去努力的去實現自己的這個生活計畫 如果是用生活計畫這樣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計畫 那如果是不管你的生活計畫它是什麼 它這方面是完全多元主義的這樣 有些人可能會想這個很有成就 有些人可能就想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計畫這樣 那你的生活計畫大底上是你要去或多或少的滿足你的系統性的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內心中有的這個欲望的這個總和 你希望能夠系統的滿足他們這樣 每一個人都想要去實現自己的生活計畫這樣 那有些人出發點一下就在這裡 有些人出發點在這裡更前面對不對 那有些人出發點非常非常低這樣 對不對 那你在哪裡出發 就是非常根本深刻的影響到你的生活計畫 能夠獲得實現的可能性有多高 你期待它能夠獲得滿足的這個期待有多高 會完全被你是從哪一個社會出發點所影響到這樣 你如果一出生就是郭台銘的兒子的話 這個會上網會被郭台銘告 那你可能這個 你這個出發點就會非常非常好對不對 那你要去實現你的這個生活計畫就會非常非常容易這樣 你就預期你可以很容易達成對不對 那你如果這個出發點非常非常弱的話 你可預期達成這個機率就會變得很低這樣 那影響到這整個每個人有不同的出發點 每個人有不同的實現的這個預期 跟你的major social institution息息相關這樣 跟你的主要的這個社會制度的這個設計這樣 你如果這個主要社會制度啊 完全不考慮每一個教育機會的均等啊 教育機會的均等有很多種均等啊 有非常實質的均等是說 每一個人都進一個非常好的公立小學公立中學 那我們不讓這些小學中學有太大的這個差異 很有錢的人 你最好不要我不鼓勵你 送你的小孩去超昂貴的私立學校 因為你一旦從小能夠送他去超昂貴的私立學校 你的出發點的優勢就永遠存在了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樣設計你的社會制度啊 會非常深而且廣泛的影響 你在哪一個出發點 以及你這個出發點能夠有的 實現你生活計畫的生命的展望這樣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叫做這個 若是有一個叫做你的生命的這個展望這樣 有好的社會福利的國家 重視平等分配的國家 他完全放任這個私有自長健身的國家 他對人們在不同的社會出發點的差異有多大 還有不同的社會出發點能夠有的 生命的展望的多寡都有非常深 而且非常廣泛的不同的影響這樣 所以你來看這個社會合作 裡面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Major Institution他 而且這個Major Institution 他基本上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去決定你這個社會中的人 擁有的權利和義務 基本上自由民主體制 他給你的就是基本的公民權 基本的公民權這樣 第二呢 他會決定啊 社會合作的這個成果是怎麼分配的 他開始不斷去講 這個社會合作啊 他會有一些成果出來對不對 我們剛才講 幾乎所有你身上高於非常非常貧困的基本財 那些所有的財務 都是社會合作的產物 所以他會決定你的這個 from social cooperation是怎麼分配的 對不對 那如果他其實把非常複雜的社會 簡化得非常清楚 任何一個社會一定有一個主要的社會制度 這主要制度包括政治的經濟的 還有家庭社會的這樣 然後他會深刻的去決定的 你和別人的出發點相距有多大 然後每一個出發點將來能夠實現 現在的生活計畫的這個展望有多高這樣 比如說公平的社會制度 比較平等的 然後或者是比較不平等的 其實會影響到很多對不對 那這樣一種基本的社會制度 他基本上是在做兩件事 一個就是在去決定你的這個 基本的義務和權利是什麼 也就是你的公民權這樣 那這個在自由民主國家裡面 大家不會搭太多 那最關鍵是這個東西 不同的社會制度啊 不同的主要社會制度 不管你是在北歐或在美國或在台灣日本這樣 他的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 他總和的結果啊 他就會影響到 我們社會合作產生出來的那些利益 他是怎麼樣被分配的 對不對 目前還可以嗎 還可以嗎對不對 好 那目前都同意嗎 你如果都同意就要慢慢接受他 還蠻這個 這個有趣的這個結論 好 如果說社會合作都是這樣子的話 弱智就講啊 那到底社會什麼叫做正義 我們現在還沒有講正義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解釋了什麼叫做社會 什麼叫做社會合作 社會合作我們希望大家是互利的 然後我們一致的利益有衝突的利益 然後社會合作裡面一定有基本的社會制度 再去深刻領想每一個人 他的出發點 還有他這個出發點 能夠給他的這個生命的這個戰話 我們還沒有談社會公平 或是正義這個東西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就問你說 那正義在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現在我們都還是做一個基本上事實的陳述 對不對 那正義在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那如果是他就說 所謂的正義啊 他就是一套原則 我們認為我們想要透過一套原則啊 來去選擇不同的社會制度 就是我們有很多主要的社會制度可以選擇 我們想要有一套正義的原則 來去選出我們覺得比較公正的主要的社會制度 來去讓我們繼續進行社會合作這樣子 也就是說你看喔 深刻影響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合作的這個生活 是這個主要社會制度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希望啊 有一套所謂的principal of justice 能夠去規範我們的主要社會制度 然後我們人是在這個主要社會制度裡面生活 我們想要找出非常簡潔的一些基本的公平正義原則 如果我們能夠找出來的話 我們讓它去規範我們的基本社會制度 那這些社會制度很可怕 它非常影響力非常的大 它影響到我們一出生在什麼位置 它影響到我們家裡會有什麼生命展望這樣 但我們如果能夠透過正義原則來去規範他們的話 我們就能夠去決定說 我們想要什麼樣子比較好的一套權利義務 我們想要什麼樣子比較好的一個分配的一個 社會合作成果的這個方法這樣 我們透過公平的去規範這個社會制度的目的 就是想要去規範這個社會制度在做的這兩件事情 我們想要什麼樣子的義務與權利 我們想要怎麼樣去分配我們社會合作的這個成果這樣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能夠好好的去規範這些主要的社會制度的話 我們就可以讓大家出生的這個study position 可能差異不要這麼大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努力的不讓這個社會財富差距過大 因為我們認為這個財富差距過大 它會造成很多不公平的這個後續效果太多了 所以如果我們社會制度很努力的讓有錢人也沒有辦法真正過度的去消費的話 它是讓它的study position 可能就不會跟你距離這麼遠了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有比較好的公平教育的體制 就是讓最貧困的人都有機會能夠受到很好的教育 很好平等的這個教育的話 那就算我們原本的差距這麼遠 我讓它能夠有好的生命展望的機會 也還是夠大 那這樣我們就會覺得對它來說可能是比較公平 是不是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初步的一個直覺性的構想 所以你看到底我們在讀柏拉圖的時候 柏拉圖他講了很多公平的這個正義的這個目的 正義的這個原則 正義的這個方法等等這樣 可是我們講justice 在古希拉的時代的時候 我們突然會講說這個人的人格公不公正 我們在評斷他的人格 所以我們會說這個人的character是不是一個just person 對不對 我們會說他的這個行為公不公正 行為跟他做的這個判斷有關這樣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人判斷能力一直都很好 他的行為一直都很好 我們可能就會說他的人格是公正的 所以這兩個是相關的這樣 可是如果是他想要談的公正啊 他並不是要講你是不是一個公正的人 或是你這個行為和你的判斷公不公正 他要講的是說 不 我要去問的就是你的major的social institution公不公正 他要談的是他公不公正 所以我是說 他不是要談公正的全部 他不是要談公正的人格 他不是要談公正的情況公正的判斷 他甚至不是要談任何組織任何合作 任何社團的公正 對不對 你在你的這個系欄系牌 或是你的社團 也有公正與不公正的問題這樣 處理方式 社團組織當成等等 那也不是如果是要討論的 如果是要討論的就是 我們在進行一個社會合作事業的時候 我們主要的社會制度 他公不公正 那為什麼他公不公正這麼重要 是因為他深刻的影響到每一個人的 在這個社會合作體系裡面的出發點 還有他這個出發點 帶給他的這個生命展望 因為他會深刻的影響 深層廣漫的影響 所以我們會討論 那這樣的影響到底公不公正 什麼樣子的影響 我們會覺得是公正的 什麼樣子的主要的社會制度的設計 所以他所造成的影響 整個安排我們會覺得是公正的這樣 所以他就有一個訊息就是說 他又把這個叫做basic structure 就是你一個社會啊 你會有你的基本的結構 你就想像一個社會就像一個城堡 揚揚他的基本結構這樣 而這個基本結構是什麼 其實就是你的主要社會制度 就是你的基本結構 你是一個競爭市場的制度 私有財產權的制度 聯考體系 然後你的家庭 可能是允許同性婚姻 也許不允許等等這樣 還有你的這個基本的政治制度 這些構成了你這個社會的 基本的structure 所以就是說它是一個這個 會長久存在的 是持久的 是不容易被這個改變的 一套結構這樣 那對落實來講 他真正正要處理的是 你的major institution 也就是那個basic structure 因為它會深刻影響到 你的這個出發點 和你的這個生命展望這樣 好 然後他繼續說 他就講 我們在講的是什麼叫社會正義 他說 在裡面生活的人們啊 他們對於什麼樣子的 正義的這個原則啊 會有不同的想法和理念 然後大家意見會不一樣 可是啊 他們都會認為啊 有這樣的公平原則是必要的 而且他們準備好去承認他 必須要 如果他是認為他們覺得是公平 他們會準備好要去接受他這樣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人啊 即使你再富裕好了 你家裡有這個 有這個自己的飛機 自己的這個農場好了 對於我才講 你還是會認為說 有一個公平原則在上面是重要的 其實你的公平原則跟別人很不一樣 任何人只要在一個社會合作體系裡面 都會覺得我們需要 這樣的社會公平的一組原則 來去規範我們的主要的社會制度這樣 那這就是社會公平的角色和他的這個 在社會合作體系裡面的角色的 這個主要的這樣子的一個描述這樣 那如果是就講說 事實上一個社會合作體系 要能夠成功運作的話 我們事實上不只需要公平對不對 我們事實上還需要效率 如果你是一個完全沒有效率的經濟體系的話 那你可能就直接就進入飢荒了對不對 物價飛漲然後人人幾乎可能沒有辦法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所以基本上你還是需要效率 效率和公正是不一樣 和公平是不一樣的這個 和正義是不一樣的這個 社會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你是不是還會需要解決穩定 stability 那你要解決coordination coordination就是說每一個人有各自的生命計畫 然後你或多或少要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可以 認為他是可以實現的這樣 coordination efficiency和stability 還有justice這樣 就是一個能夠騰勃發展的社會合作體系 至少要解決這四個問題 那justice這個問題 如果是認為說 大家也許都有不同的爭議概念 而且一定會有這樣 但我們至少要讓大家的爭議概念 能夠維持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意這樣 就大家不能差異到太大 不能有人一直在激進的推動共產主義這樣 對弱勢來講 這樣這個社會可能這個 基本的公平的這個要件可能就會 就會受到這個挑戰這樣 大家要或多或少 同一個範圍的處理方式是公正的 即使你可能對於比較精確的社會正義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可是你當然可以覺得我們這個社會大體上還算公正 雖然我跟你的社會公正概念不一樣這樣 可是大家能夠或多或少覺得我們這時候還算公正 這個是一個成功的合作體系的一個必要條件之一這樣 或多或少在某一個程度上 大家的正義概念沒有差距大到完全沒有交集這樣 那他有一個非常強烈的一個主張是說 我們在追求這個科學論述的時候 我們在去發展一個argument的時候 我們在去辯論的時候 我們最大的首要德性就是求真對不對 看誰說得出來的東西比較是符合真實的 真實是我們在論述的時候 在追求這個科學研究的時候 在做各種argument的時候 我們追求的一個首要德性 看誰是最真實 最符合真實 最符合真理的 那社會合作體系對某個事來講 他的首要德性就是公正 如果論述的目的在求真 社會合作體系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追求公正 而不是追求效率或是穩定 或者是這個協調合作 coordination 正義是我們想要追求的這個首要德性這樣 那其實後來有很多人挑戰 有人可能會說穩定才是社群生活的主要德性 像霍布斯一定會說穩定壓到一切對不對 你有穩定才有其他所有理解 所以穩定才是社會合作的所要德性這樣 可是若是認為不是 社會合作的所要德性是正義這件事情這樣 那為什麼會跟他 後來我們講的社會企業論是有關係的 因為他認為說真正一個合作體系 必須要是每一個人都自願加入的 那每個人都自願加入唯有一個公平的合作條款 大家才會自願加入這樣 如果每一個公平的合作條款 大家就不是自願加入 那如果不是自願加入的話 那對洛生長就不會是一個 他覺得適合的人類該組成的政治社群這樣 任何一個適合人類組成的政治社群或是社會 他都應該要有基本的公平合作條款 讓每一個人都會覺得他是自願加入這樣一個合作體系裡面這樣 所以正義是所要得的信仰 那當然不是說其他不重要 其他其實都很重要 就是穩定很重要 效率很重要 可是這些問題啊 他都會和正義相關 比如說我們如果要穩定的話 我們並不是為了穩定而穩定 我們是想要有一個穩定的公平的社會 我們希望我們提出來的公平的合作條款 他是可以被穩定的實踐的 他是可以真正現實的被每一個人所接受的 他是能夠真正有效的再去規範我們的制度的 所以穩定重要 穩定重要 可是穩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 我們覺得公平合作的社會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希望公平的社會合作 它是持續穩定能夠延續下去的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公平合作 而不只是穩定本身這樣 我們很需要效率 沒有錯 可是效率本身和公正不同 所以我們能不能夠在同時要效率的情況之下 也同時要公正 就是不會太違反效率的情況之下 我們又同時要公正這樣 所以對洛斯來講 他會希望能夠在四個問題上都獲得解決這樣 但是正義是我們第一 首先最重要的這個社會合作的首要得性這樣 這個就是關於什麼叫做社會正義這樣 好 那我們了解的這個社會合作的一個 事業的一個模樣 血肉 然後還有我們的正義原則的角色 還有這個有基本的社會制度會深刻 仿泛影響我們的一個狀況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看說如果是怎麼推論 什麼樣子的正義的原則 會讓我們覺得即使我生在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社會合作體系裡面 你這個是一生出來就是在裡面的 夢 into你的社會的 position 一樣 即使我在 即使我現在身處的這個主要的社會制度裡面 他允許了每一個人還是有不同的 出生的這個開始的這個社會位置 可是我仍然可以覺得 這個社會體制或多或少是公正的 不知道怎麼能夠做到這一點 要什麼樣子的一個社會制度的一個 主要社會制度的一個設計 能夠讓即使這些social position 仍然是存在的 不同仍然是存在的 你只要有私有財產權 你只要有家庭制度 這個一定還是會存在對不對 你只要有市場經濟這樣 那對我是來講說 如果我們覺得效率還是重要的 那我們大概無法放棄這個市場經濟 私有財產權 還有這個家庭制度這樣 可是呢 你就會允許了大家在不同的 starting social position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讓大家 仍然覺得 可以仍然覺得我們這個社會 合作體系仍然是公正的 所以我們 之所以需要正義原則的一個主要目的 就是要讓大家 讓大家 在一個我們非必要社會合作不可的 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能夠有一個公平合作的條款 讓大家覺得我們這樣子一個進行 仍然可以是公平的 他不會是對我不公平的 就這樣 那洛杉磯推論就是說 那我們用契約論來推推看 這樣 那用契約論來推我們的這個社會 公平合作這個條款 如果是會說 其實康德式的社會契約論 它只是一個思考的設計 它幫助我們簡化問題 它幫助我們注意到 我們社會中認為最重要的 公平合作的相關的原則 然後幫助我們去推理出 我們想要達成的社會公正的結論 可是這個社會公正的結論 它可能跟我們目前社會大家普遍接受的 社會公正的看法 可能相同可能不相同 那如果相同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 這個還算這個 就是我們如果現在深刻接受的 社會公平的這個 已經有了這個看法 和我們透過社會學論推出來的這個看法 兩者 如果match的話 我們大概就覺得 那多多多少我們可以接受的 可是如果不match的話 也許我們要去修正 我們目前大家覺得 普遍接受的社會公正的這個 這個普遍接受的看法 但是也有可能 我們要回去修改 我們對於社會契約論的一些假設 所以如果是來說 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 社會契約論的思考方式 只是一個幫助我們思考的一個設計 它幫助我們提醒我們自己 什麼是我們最在意的公平合作的 基本的這個條件 我們把它加進去 我們這個思考設計裡面 然後我們通過這個流程 我們會得出一組公平原則 那這個公平原則 可能跟我們目前已經接受的相似 match或者不match 不match的話 我們有可能要去調整 不match的話 我們有可能覺得 我們目前普遍接受的是對的 是比較相對上正確的 這時候我們反而要去回去調整 我們對於社會學論推導的那個設計 可是如果我們覺得我們推導出來的 社會公平的理念 其實在理性上更能夠說服我們 那我們現在大家普遍接受的 社會公平的理念 反而應該是有錯誤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去修改 我們目前大家普遍接受的 這個社會公正的這個看法 它是雙向的 一向是從社會學論理性推導出來的東西 一向是從我們目前大家已經接受的 社會公正的普遍的這個看法 最後我們就是要反覆的在兩邊修改 然後達成一個我們覺得最合理的一種看法 是兩邊可以達成一個 相match的一個狀況 所以它的這個推理的設計 不是絕對的 它是不斷在跟我們目前 大家普遍接受的公正的看法 在相互對話的 只是它試著用它這個設計 讓我們能夠在理性上 道德上看到一個更完整 有一致性的一套推理的看法 幫助我們去破除我們可能 目前普遍接受看法的一些 迷失或者是一些偏見 所以如果就是說 那我們用七月論看看 可是我們同意的對象 當然就不是這個 傳統的七月論的同意的對象 所以我們會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們會覺得說 所謂的公平的基本的原則 它必須要來自於 自由與理性的一群人 他每一個人都想要去 去促進他自己本身 想要追求的利益 然後我們再進行社會合作 然後我們把這群人 全部抓出來together 要他們去做一個簽約的動作 in one joint act together in one joint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還要去想 去設計說 這群人必須要在一個公平的 一個原初情境裡面 就是說 大家原本所處的情境 是一個實際的生活情境 對不對 他可能有錢 他可能很貧困 他可能遠到了暴富 他可能有一個很小的 這個生命的嚮往這樣 大家實際的情境都不同 可是我們希望 把大家全部拉出來 丟到一個真正公平的一個 我們把它叫做原初情境理念 那在這個真正公平的原則裡面 大家如果都能夠 統一的能到那組原則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它是一個真正公平和普遍的原則 這是一個 對羅才說 這是一個社會奇異論的思考 因為他仍然追求的是 每一個人能夠給予同意 而這個可以同意是假設性的 對不對 他並不是說 你實際上的人能不能同意 實際上的人 富裕的 實際富裕的 他一定不會同意 如果是想要提出來的公平原則 可是 你如果在一個富裕的處境 跟一個重複的處境的人簽的話 那這是不公平的 我們需要把你們全部都帶到一個 我們覺得公平的處境裡面 然後大家來去想說 你會想要去同意簽什麼樣子的預約這樣 那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夠同意的話 而且大家又處在一個真正公平的處境裡面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這個預約是一個真正公平的一個原則 就是我們想要推導出來的正義原則這樣 所以關鍵在裡面要怎麼去設計 一個公平的原始的情境 把每一個人從他的實際生活中拉出來 處在一個真正自由平等的相關的這個位置裡面 要怎麼去設計這個情境 如果我們一旦設計出來之後 我們就很容易推導出 那大家會同意什麼樣子的一個公平原則這樣 那他對於這個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設想啊 他有一些理由這樣 他的理由事實上就是一般的這個 社會學論講的這個理由 就是說 你看他就是說 你看第三個就是說 因為啊 沒有任何人 可以過一個奇滿滿足的生活 不靠這樣的一種社會合作 能夠過得一個奇滿滿足的生活 所以所有的人啊 他或多或少 都一定要進入這個社會體系裡面 不是或多或少 都一定要進入這個社會體系裡面 所以這社會體系它其實是強制的 對不對 它的強制性並不是說 有一個政治力量把你抓進來 不是 而是說你如果不加入的話 你就完全沒有一個基本的滿足生活可以過 所以它本質上它其實是強制的 因為你一步加入 你就沒有辦法有一個基本的滿足的生活 所以每一個人都被強制必須要加入 包括很有錢的人 還有很貧困的人這樣 那如果每一個人或多或少 都被強制加入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預期加入的人 是能夠自願加入的 最貧困的人他當然能夠自願加入這樣一個社會合作體系裡面 最有錢的人也要自願加入 你要怎麼樣去設想一種合作的條款 是每一個人都自願加入的 而且這個自願它越自願 就代表說你這個政治社群的合作方式是越公正的 那這個是社會企業論的思考 社會企業論為什麼認為社會企業可以推出 大家認為公平合作的公平的合作方式 公平的政府體制和大家都覺得合理的政府目的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是能夠真正自願的同意 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夠真正自願的同意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我們得出來的東西是相對上是比較公平 是比較好的對不對 所以對若子來講 我們要設想的是說 我們要讓所有最不利處境的人 他都覺得這樣一個社會合作體系是他願意加入的 基本上前提是他已經沒有辦法選擇加入 他一定是被強制要被加入 因為他不加入他連基本生活都沒有 他如果已經被強制要被加入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讓他是能夠自願的加入 這有點吊詭 可是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是說沒有真正完全自願的政治社群 因為沒有一個國家 就是現在這個世界已經被所有的國家都佔滿了 你很難任意的加入或不加入某一個國家這樣 而且你一出生已經在某一個國家裡面這樣 所以你真的很難去任意選擇政治社群這樣 可是你可以去選擇的是說 你已經被強迫加入一個社會合作體系裡面了 你要怎麼樣讓你的加入是你非常覺得自願的 也就是說大家合作了基本的條款 是要你真正覺得對你來說是公正的 你才會覺得你是真正自願加入的 對不對 還有包括說 當你被要求加入的時候 沒有 你已經被強迫加入了 當你加入之後 你要覺得你是真正自願的加入 而不只是完全被強迫 我有時候字眼會有點不是那麼精確 不知道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說 你必須要覺得你們想要合作的那個條款 他是公正的 公正其實意味著說 別人分得到的社會合作的那塊餅 你要覺得他分到 是他真正值得分到的 如果他分到那塊餅的原因 不是他真正值得分到的話 你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公平的合作 你就不會被強迫加入的時候 是覺得自己自願加入的 你要真正覺得你willing加入是因為那個合作真正是公平的 但是如果有人他能夠分到的那塊餅 是他不值得他得到的話 你就會覺得那是不公平的 你就不會真正很自願的 想要加入這一套這個社會合作體系這樣 所以對落實來說 他想要設計的公平合作條款 他也必須要讓大家覺得是 他是最接近於這是一個自願的一個合作事業 他無法真正完全支援你 因為你大概沒有辦法真正完全來去這樣 可是你要能夠覺得那個合作才滿公正到 就要讓你覺得你是真正完全自願的加入的 所以你在某一個意義上 你會跟康德一樣說 我覺得我是自主立法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公平合作條款 是我可以同意的 所以我是自主立法的 autonomous 那我會覺得這些法律這些義務 是我自己加注在我自己身上的 所以他是有沒有那種自願性要在裡面出現 那除非合作是公平的 或者那個自願性不會出現一樣 大家可以想想看 比如說從小的聯考競爭體系好了 考試競爭體系好了 如果你出生在一個很貧困的家庭 然後你又智商沒有特別的聰明 那因為你的家庭很貧困 所以你處在一個很沒有自信的一個處境裡面 所以你也不會很努力 因為你覺得說 大多數你家的家庭根本不會有任何的成就 所以這影響到你努力的個性 就是要知道努力這件事情 它並不是你完全個人意志上可以決定 它很大程度上是被你的家庭 被你的階級決定的 階級和家庭比較貧困的人的小孩子 他通常都沒有自信 也不覺得努力真正會有效這樣 好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貧困的家庭 你沒有特別有興奮 然後你又覺得這個努力 努力大多數是沒有效果的 你也不想特別努力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讓你覺得這個 聯考的這個篩選體系 是對你來說是公平的 如何可能 在台灣的情況下 你明明你是被強制加入的 因為你不加入這套體系裡面的話 你就連學校都沒得念 對不對 你加入說你還可以 順便你還可以A到一個還不錯的私立大學 A到一個邊緣的公立大學 所以你會覺得你還是必須要加入 所以你是被強迫加入的 因為你不加入你什麼都沒有 可是你被強迫加入的時候 要怎麼樣讓你覺得 你會覺得這套體系是公平 讓你是真正能夠覺得自己是自願加入的 要怎麼能夠做到這樣 要怎麼能夠讓貧困的人 資質不聰明的人 然後因為貧困的導致他這個努力 沒有辦法真正去實踐的人 讓他仍然覺得這個社會體制 仍然能夠是公平 對他仍然能夠是公平的 而讓他覺得他是願意自願去加入的 不然他一定覺得那些優勢者在欺壓他 這個體系本來就是為了你們這些 這個家裡環境好聰明的人設計的 聰明的人就很容易就考上公立大學 然後進入一個非常好的科系 然後從此一輩子順遂 對呀 所以這個體系不就是為你們設計的嗎 對不對 你如果這個體系沒有經過一個比較良好的 公平的設計的話 那一定 一定會讓那些處在底層那些人 覺得他是完全被強迫加入的 他沒有辦法覺得那是公平 而他是能夠覺得他是自願加入的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社會契約這個metaphorm 雖然我們沒有真正在簽約 他作為一個很強有力的metaphorm 他要求任何人 你是優勢者 你必須要提供一個真正公平的合作條款 讓弱勢者 仍然覺得他是真正完全自願地接受這個條款 而不是被迫加入的 因為實際上他真的沒有選他一定要加入 所以你如果提供一個非常不公正的條款的話 他還是得加入 不然他什麼學校都沒有 那他就覺得他完全被強迫 可是今天你如果能夠提出一個 相對上是公正的合作條款的話 讓他覺得他被強迫加入之後 他仍然覺得他某個意義上 很重要的意義上他是自願的 因為他覺得這個合作體系 基本上還算是公平 那這樣他就會是自願的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這個合作體系 他是符合我們對社會契約論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每一個人在一個真正自由平等的情形之下 他都能夠同意這樣子的一套體系 的基本運作的這個方式 所以背後是一個你看康德式的一種契約的這個概念 那初步的直覺 如果是他先丟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大家不用太 現在這個地方就不用太計較 他說初步的直覺 我們會覺得 我們想要提出來的公平合作體系是講這樣 就是說長這樣 就是說 我們會覺得有一個 關於正義的一個全能有的一個概念 我們覺得可能大多數人 即使是最不利的人都可以接受 就是所有社會的基本財 社會基本財呢 就是這三樣 就是 其實就是 應該就是 這邊不夠進去 當然其實就是 你的rights 你的liberty 還有你的opportunity 你的機會 然後你的income 你的wealth 還有你的這個 基本的個人的尊嚴 就是你這個社會的基本財 他的分配啊 基本上必須要是平等的 你如果允許他們不平等啊 那一定是因為他對每一個人都能夠帶來好處 尤其他能夠對最不利的人帶來好處 也就是說呢 這其實是一個蠻激進的看法 我要先丟出來就是說 大家進行一個社會合作對不對 沒有進行社會合作之前大家都非常窮困 你就只能夠自理自主這樣 有社會合作之後呢 有錢人變得超有錢 貧困的人很貧困 那基本上你要怎麼讓貧困的人覺得 他是自願加入這個合作體系的 或者就是說 有一個基本的生意概念 我們會覺得普遍上 也許可以被接受 這是直覺性的 就是我們所有 因為合作而產生的那些財貨啊 原則上全部平等分配 可是呢 我們知道全部平等分配啊 他事實上對效率是不有利的 而且最後呢 對最窮困的人 基本上應該也是不有利的 因為全部平等分配的結果 可能就變成是一個非常沒有效率的一個市場 對不對 非常沒有效率的一個經濟社會體制 那最後反而貧困的那個人會變得更悲慘 所以呢 你就開始想說 好 那我們就不要平等分配 我們讓表現出色的人能夠多分得一點 我們讓誰能夠多分得一點 我們就開始願意讓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財貨 可是他的前提是啊 最不利那個人啊 要能夠因此獲利 這個最不利那個人才會覺得是公正 對不對 你從小到大的這個教育篩選考試體系啊 你要怎麼讓最不利那個人覺得這個是公正 那如果就是說基本條件就是先這樣子 我們先基本前提是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進台大 這是最公正的對不對 大家都平等 拿到最好的教育資源 可是我們發現 這樣子現實上不可能 而且也沒有效率 所以我們開始願意 讓某些表現比較出色的人進台大 所以我們願意讓不平等出現 可是他的前提是啊 你必須要這個不平等啊 對於那個最不利的人來說是有利的 這樣他才會覺得 這個體系對他來說是起碼公正的 一定要讓最不利的那個人覺得是有利的 對不對 如果我們不讓他覺得有利的話 這個最原始大家覺得公平其實就是每個人都平等 每個人都進台大 我們是因為這樣子沒有效率 而且這樣會導致最不利那個人 他可能會變得更不利 所以我們就願意讓效率這個因素進來 比如說開始有讓競爭進來 讓競爭能夠產生不同的分配進來 所以每個人開始有些人進台大 有些人不能夠進台大等等等等 可是你之所以允許不平等 是因為這樣一個不平等的一個結果 對最不利那個人 你哪能夠讓他覺得是有利的 這樣他才會覺得是公平的 一個最初步的一個最正義的想法還是這樣 可是目前這個階段還是粗糙的 我們再進入看下去 好 那我們現在的觀念就是說 好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了對不對 你要怎麼讓最不利的那個人 仍然覺得你設計出來這套社會體制 對他來說是公正的 那你可能開始允許了不平等的分配的出現 可是這個不平等的分配必須要讓他覺得 他仍然從中獲益 他才會覺得他是可以資源去接受這樣一個分配的狀況 好 那如果是就在想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做一件事情 顯然在不同的社會處境的人 實際的處境的人 他們對於什麼是公平一定會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如果我們把它全部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拉出來 丟到一個所謂的一個公平的 一個initial的這個condition 或是 讓他們去決定什麼叫做公平的條款的話 如果每個人都能夠以致同意的話 我們就覺得他是真正公平的 那什麼是一個真正公平的initial position呢 我們可以想像喔 若智慧說啊 我們不會認為 他出生在什麼家庭 他的這個社會階級 社會地位 能夠決定他未來的這個生命展望這件事情 是有道理的 我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initial position裡面 就讓每個人回到真正平等公平的這個關係的時候啊 我們必須要排除掉 讓每一個人出生的那個社會階級 會影響到他將來的生命展望這件事情 我們要把這件事情排除掉 我們覺得階級不應該影響 對不對 然後若智去講啊 而且因為我們覺得階級這件事情 並不是他抵制耳的 他只是幸運出生在那裡 所以他生命展望特別好 所以那不是他處理抵制耳的 所以不是他處理抵制耳的 我們就不覺得他是公平的 所以我們在我們一個 真正公平的原始情境裡面 我們要把那個 這種social contingency 啊一出生就在哪一個階級裡面 這屬於哪一個階級 把他排除掉 因為我們不覺得他抵制耳 對不對 那如果是更進一步 他說啊 即便如此啊 還是不夠 我們甚至會覺得啊 你的natural talent 你的natural ability 啊 都不是你處理抵制 這個人如果他就是很聰明 他從小的IQ一測 就是150 250 那他一路表現非常好 對不對 那他的很多能力也是natural ability 他真的幫他的外觀 你知道外觀特別美 特別俊秀的人 他就是從小得到很多關愛 所以他就可以表現得特別的 有很多支持這樣 所以你有很多自然的賦予你的天賦 特徵能力 他都不是你處理抵制耳的 那是你在出生的時候 你抽到了樂透 所以你的基因特別好 那是一個樂透 那不是你處理抵制耳 對不對 所以在一個真正公平的情境裡面啊 我們要連你有自然天賦這件事情啊 我們都要拿掉 我們不要讓自然天賦這件事情 會影響到你的生存展望 因為我們覺得那件事情是偶然的 它是不處理deserve的 那是一個抽樂透抽到的 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發現 我們必須要拿掉一些東西 能夠讓我們真正覺得 我們能夠達成的和平才 達成的協議才是公平的時候啊 如果要想到一個概念說 那我們就發明一個概念 來去想像 這個公平的遠處情境好了 這概念就是無知之目 the veil of ignorance 我們要排掉那些偶然的 道德上偶然的影響分配的因素 我們才會覺得 那是一個真正公平的處境 我們才會覺得 我們想要制定的那個社會原則 是真正每一個人都可以完全自願同意的 所以我們要假想說 你從你的實際的處境抽離出來 你不知道你的這個出發點 社會出發點 你不知道你的天賦 而且你也不知道 你想要追求什麼人生目標 你也不知道這樣 因為你的人生目標 事實上很容易受到很多 偶然的因素影響 甚至你家庭的因素影響 你爸是很有成就的 你就會想要追求變成很有成就等等 然後等等等等這樣 還有你的psychology你也不知道 因為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很悲觀 有些人很樂觀 有些人他很敢冒險 有些人很不敢冒險 你的psychology也不知道 然後你是屬於這個社會 都哪一個世代你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在那個最蓬勃 最多機會的世代 還是那個最慘機會的世代 你也不知道 如果你都不知道這些東西的話 你們這群人如果都不知道這些東西的話 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有錢人 你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別有天賦的人 你不知道你生命中想追求什麼 這個時候啊 當大家能夠集體 每個人都同意的那個公平原則啊 就會是真正公正的 他就會是對任何人都是公正的 對貧困人來說也是公正的 對不對 如果你被丟到這裡來 你原本可能是郭台銘的兒子 那你當然會想要去制定的條款 是對你非常非常有利的 想要把那些文件完全剪裁 適合你的這個社會階級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社會階級 你在制定那個條款的時候 你就很緊張了對不對 我不知道我是誰 我可能是那個最貧困的人 我可能是那個最笨的人 我甚至有可能是那個 有一些生理的挑戰的人 我可能是這個 精神上有一些困擾 或是身體上有一些困境的人 我都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我身體的情況怎麼樣 不知道我家庭怎麼樣這樣 這個時候你去制定的基本的合作條款 就會是真正 對每一種不同的情況來說 都是真正公平的 對不對 你想想看今天如果 台大學生抓十個出來 師大學生抓十個出來 高職學生抓十個出來 就各種不同社會背景 處境 情況都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呢 跟大家講說 你完全不知道你的學校 不知道你的出生背景 不知道你聰不聰明 你現在完全都遺忘這些事情這樣 那大家去決定 大學要怎麼設計 你會怎麼設計 你會去設計台大 還是想有那麼多的優勢嗎 因為你可能是那個家裡很貧困 沒有辦法進入一個 好的學校的人這樣 然後你可能會說 不不不不不 我相信努力這件事情 所以我仍然覺得努力的人 應該獲得reward 可是如果是他不斷地在講一件事情 他就想說 努力這件事情 並不是完全靠你意志得到的 努力這件事情 永遠跟你的家庭因素有關 你家庭因素會影響到 你會不會想努力 所以就連努力 他都是一個樂透 他不是完全 你自己完全可以決定的 只要有家庭這個因素在 我們再怎麼樣努力 他都是這個 不是我們再怎麼樣去做公民營分配 我們都很難真正徹底 實踐完全的公民營分配 這是一個 若是注意到的一個問題 這樣 Anyway 家庭的因素 一直都會讓你干擾著 這個公民營分配這樣 好 那回到說大家都被抽離出來 你不知道你的學校 你不知道你的天賦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你人生想 追求什麼 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會怎麼去分配 從小到大的教育資源 怎麼樣篩選 你會制定出 什麼樣一個基本公民原則 去規範這些社會制度 這樣你才會覺得這個是真正公平的 這樣我們才會覺得 每一個 即使是最不利的人 都可以真正的給予同意這樣 只有拉到這樣子的一個 這是一個假想的 因為現實生活中 大家已經知道自己是誰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假設性的 假想的一個情境裡面這樣 那你可能會想說 這種情境根本就不存在啊 若是會說它隨時都存在 只要你在思考的時候啊 你給你的思考 射入一些條件 你不知道什麼 你不知道什麼 那你思考的思辨 就會符合這個 遠足情境的這個設計 那這個時候 你推導出來的公平原則 就會是我們遠足情境設計 想要大家推導出來的公平原則 這樣 所以大家進入一個 無知之目背後 你看這是無知之目 大家無知了 所以每個人在這個裡面 對不對 所以你不知道你是誰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說 你還是會知道一些 general facts 你會知道這個社會長什麼樣子 覺得知道人是長什麼樣子 覺得知道這個社會 基本上怎麼樣運作 這樣子 而且你有一個特徵啊 你是理性的 你知道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生命計畫 而且你也知道啊 剛才我們講的那些 social primary goods 越多越好 你知道這個一定是越多越好 所謂的social primary goods 就是講說 你要達成任何生命中的其他目標 你都需要擁有的那個工具性的目標 它是一個能夠讓你完成其他所有目標的一個 基本的工具性的這個 擁有的這個菜貨這樣 這叫做social primary goods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social primary goods 包括了你的基本的自由 你的基本的機會 你的收入 你的財富 你的基本的自尊 這樣 然後如果是他講得非常的精緻 他所講的 他講說啊 其實權力和這個自由 大家都是平等 因為大家都是民主公民這樣 自尊基本上 我們也希望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真正不同的其實是income and will 還是收入 真正不同的就是收入這樣 所以每一個人在這樣一個處境裡面啊 如果你是理性的話啊 你一定會希望你的錢越多越好 因為你不知道你是誰對不對 你可能是過來人 你可能是非常窮困的人 你可能不知道是 你也不知道你人生目的是什麼 但是你唯一知道的是 你不管是任何人 你都會希望你的錢越多越好 social primary goods 越多越好 那social primary goods 能夠影響到這麼大的區別的東西 其實就是你的 income 和你的這個菜貨 你的這個收入這樣 對不對 所以當你進入這無字字幕之後 你做出來的這個選擇啊 它就會是對每一個不同處境的人來說 是真正general的 真正公平的 對不對 那盧爾斯就推論出來說 這推論過程其實相對上 前面鋪陳的就 其實相對上是比較合理的 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到有兩個正義原則是 在無字字幕之後的人 他們都會同意的 你看他一直用 would be agree would be accepted 那個 would be 那是一個過去式 對不對 他其實就是在講一個hypothetical的一個情況 它是一個假設性的情況 如果你都被丟進來的話 你就會這樣子做這樣子的一個同意 would agree 每個人都能夠去同意的 他是用 would be 而不是你現實生活中 你 in fact agree 或 disagree 不是 而是你丟入一個假設性中 你會 would agree 那你會現在同意第一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 其實就是我們基本的這個 政治權利 political rights 和civil rights 的一個基本的平等原則 就是你要對於任何的 基本的自由權做限制 你都一定要符合兩個條件 一個是說每個人都要平等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基本的自由權必須要最大化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 就是我們先 我們就比較不討論這個第一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大家相對上覺得比較直觀 一般的政治權和一般的這個 基本的自由權這樣 可是重點是在第二個原則 他說在無敵之夢之後的人 他們會同意社會與經濟 有不平等的情況出現 可是不平等必須要為了兩個目的 而存在他才能夠不平等 一個是說他必須要對最不利的人來說 是最有利的 那第二個是說要符合just saving principle 這個是世代問題 我們就還是先這個 沒辦法沒有時間講 不過第二個原則 就是正義的第二個原則的第一款 就是說 任何的社會不公平的設計 你允許有人進台大 有人只能夠進世代 你都必須要能夠設計 讓那個最不利的人 再來說是最有利的 不然他不會覺得他是自願加入的嘛 第二個是說 你必須要讓你所有的office and position 包括比如說進入台大 做哪一種職業等等 變成一個有什麼權利的人 這些職務啊 必須要對所有人開放 而且他的開放 必須要是真正是一個 平等公平機會的開放 所以關鍵是這兩個 他為什麼推出這兩個 然後這兩個原則的性質是什麼 那我們這裡可以看這個表 大家就會比較清楚很多 就是說今天我們如果想要去接受 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 那我們再加一個條件 我們大致上已經認為 市場經濟是有效率的 雖然市場經濟需要被修正 需要被改正等等等等 可是我們覺得市場經濟相對上是有效率的 所以我們大致上接受市場經濟這件事情這樣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覺得哪一個弱點 是在無知之後的人會去做的選擇 那如果是覺得說我們可以試著去詮釋 什麼叫做對每一個人都有利 我們可以試著去詮釋 什麼叫做office equally open to all 這個是對正義第二原則的第一款的詮釋 我們可能有兩種詮釋 這是正義的第二條的第二款的詮釋 我們可能會有兩種詮釋 因為我們這樣直接看 我們還是覺得不知道他在講什麼對不對 他講說我可以更希直的告訴你 第一種情況對每一個人都有利 有兩種詮釋 第二種情況對每一個人都有利 有兩種詮釋 可是我要告訴你 只有這個詮釋和這個詮釋 才會是無知之目之後的人真正的選擇 所以大家一定會選擇這個東西 那比如說你看 career open to all 任何人都可以去爭取某個職務 你如果完全career open to all 不做任何的基本機會的補償的話 你就會發現郭台銘的兒子 他已經最能夠搶到最好的職務 有錢的一定都是在外商公司的銀行裡面 當理事當什麼經理人這樣對不對 所以open to all本身他不夠 我們會覺得你不能夠讓social contingency 就是你出生在哪一個階級這件事情 影響到你對於職務的爭取 對不對 所以完全只是open to all的話 這不是我們要的這個veal of ignorance 或者是後面的平等 我們會覺得你的社會階級不能夠影響到 你怎麼去爭取到這個社會職務 不能想到你怎麼能夠進海大家 所以我們真正的open to all要真正equal 就是要每一個人真正有平等的機會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想要往這邊走這樣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在一個 台灣這樣一個經濟社會教育體制裡面 你要怎麼樣讓不同階級的人 他們都能夠有真正平等的機會 去真正去爭取任何職務的話 你當然就有很多可以做的嘛對不對 你教育一定要做得非常非常好這樣 那最貧困最貧困的人 都會擁有一樣充足一樣好的教育 那如果他將來爭取到台大 或是沒有爭取到台大 或是進某一個工作 或是沒有爭取到某一個工作 你會覺得他的社會階級 社會地位 他老爸老媽影響不是這麼大 而是其他事情的影響 對不對 所以你會覺得你要做的 是因為你要offset offset就是你要去取消掉 社會的偶然性帶來的影響 所以你必須要讓他真正有 fail opportunity 所以你要去有真正好的 這個功利教育體系 平價的非常好的功利教育體系 讓你一個不同的階級的人 都能夠有真正有平等的這個機會這樣 對你要去even掉 offset掉你的這個階級的這個影響 這沒有問題嗎 你在fail opportunity 跟我走後面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爭議性比較大的 有趣的一個地方 你會希望你設計出來的一個體制 是能夠真正 對每一個人都是有利的 那我跟你講經濟學 我們經濟學一向都是這樣想的 對不對 我們經濟學追求的市場效率 就是在講說 大家交換的結果 一定是每個人都有利 不然你不會去做交換 而且我們經濟學最愛講這個 我現在講有點諷刺 沒有諷刺的意思 boretto effect optimality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學過這個 經濟學非常有用 就是經濟學者他會說 他們注重的是效率 所謂的效率他們在追求的是 所謂的這個 boretto的最佳的這個效率 對不對 所謂的boretto最佳效率 意思是說 我現在有一筆固定的 財貨或資源 我們簡化 分配給兩個人 x和y的話 對不對 固定的 所以我可以分配給x這麼多 y這麼多 y這麼多 對不對 我可以分配給x這麼多 y這麼多 對不對 那這個是x感受到的utility 他感受到的效能 那我們假設他們是可以做比較的 不能做比較就有點複雜 我們現在假設可以做比較了 那所謂的boretto efficiency就是說 當你的分配達到一個點的時候 你在做任何分配 都無法讓一個人更好的時候 不會讓一個人變得更壞 這個叫做boretto的最佳效率點 大家學過這個東西對不對 沒有 怎麼可能 那通常我們就會找到這條線 叫做boretto效率的這條線這樣 在這條線上面 所有的點都是boretto效率點 包括說 你把所有的東西都分配給x 這是一個boretto效率點 因為你在x 你在這一點的時候 你做的任何分配啊 繼續做任何分配啊 都一定會對x是不利的 所以它是boretto效率點 所有boretto效率點 大家去仔細看個定義喔 一個分配是有效率的 它的定義是說 你在這個時候啊 你不可能再做任何的變化 而不讓某一個人是獲利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變得是不利的 也就是說你看 你如果原本分配的情況是這樣 你持續分配嘛對不對 你再分配這樣子 這一點對於定義來說 是更有效率的對不對 因為x也分配的更多 y也分配的更多 所以這一點比這一點有效率 對不對 那你只要是往一個正向的方向走 都是對彼此來說是更有效率的 所以你可以不斷的分配的更有效率下去這樣 可是當到達一個情況的時候啊 你看你分配的東西是固定的 對不對 當到達一個情況的時候啊 你多分配給它 一定會造成它的減少 多分配給它 一定會造成它的這個減少 不一定是這樣 應該是說 你做了任何的移動啊 你都一定會造成說 即使你讓它增加 它都會變得減少 它沒有辦法同時增加 那就是Boleto Efficiency這樣 那Boleto Efficiency上是 這整條線都是 那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體系啊 就是要讓原本 柴貨可能是分配這樣子 然後市場經濟運作下去之後 你可以到達某一個Boleto Efficiency的點 然後對某一個 對市場認為說 如果原本柴貨是在這裡的話 最後大家市場交易的結果 一定是在這條線上面 一定比原本還要再好一點 不然大家不會去做交易 對不對 所以市場經濟可以保證你 如果我們從這裡出發 那最後的結果點就會是在這裡 這叫做市場效率的定義 那經濟學都是在研究什麼樣子的條件 可以讓原本大家可能分配是這樣 經過市場經濟的定義之後 可以掉入這邊的某一個點 這樣 可是 羅爾斯就回答了 他就講說 效率原則本身沒有辦法決定 我們是要去在哪一個點做分配 沒有辦法決定我們是在哪一個點上面這樣 今天如果一開始的出發點是 B擁有所有的東西 X擁有所有的東西 Y擁有什麼東西都沒有 然後你市場經濟運作下去 X完全不會想跟他交易 所以永遠就停留在這個點上面這樣 所以X才是擁有所有的東西 Y還是擁有所有沒有的東西 但這一點還是柏雷圖的效率點 對不對 市場經濟他不管你的 市場你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他不管你的出發點是什麼 他只追求效率 第二個問題是說 他沒有辦法決定哪一個點是比較好的點 因為他們同樣都是有效率的點 可是對羅爾斯來講 他的公平原則必須要教我們說 我們確實知道這些是最有效率的點沒有錯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這個點比較好 因為他比較公平 效率原則本身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這些效率點上面哪一個是比較公平這樣 可以齁 目前也是這樣可以齁 所以說對每一個人都有利啊 你如果採取經濟學的觀點 你就是採取效率原則 那你就會選擇這個東西 那我們當代的自由經濟體系 經濟就是落在這裡 我們會盡量想要去補償 每一個人階級的不平等對不對 可是呢 我們卻是大幅的允許效率原則在運作這樣 所以我們當代經濟體系是長這樣這樣 對不對 如果你讓市場經濟主導的話 你就會出現這個弱點 雖然你去補償了社會階級的不平等 可是你允許市場的自由的運作 所以你就會掉到這個點上面這樣 可是對弱勢來講啊 在五字之末背後的人啊 他不只想要去取消掉社會階級造成的不平等 他還會想要去取消掉你的自然天賦造成的不平等 這個人從小很聰明 這個人從小非常的漂亮 他就是遷到了那個基因的樂透這樣 可是遷到那個基因的樂透這樣 他因此獲得了很多的分配 我們會覺得他並不是他真正抵折的 他其實是一個arbitrary的一個moral factor 他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公平的一個因素這樣 但是你的市場效率原則啊 你完全不管 你其實完全不管這個人的天賦是不是天生的 或者是這個比較低比較差或等等等等 你是不管天賦的 那個人只要能夠在市場中表現出色 你就會給他分配到他應該分配的東西對不對 這是效率原則這樣 這是純粹的efficiency原則這樣 可是我們在無知之後背後的 我們會想要把那個自然天生的 那個自然樂透這個東西 我們唯一想要把它取消掉 我們不想讓它嚴重影響到 我們這個生活的這個生命的這個展望 所以我們當然要取消掉你的這個nature talent 這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很有趣 他在討論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是古時候的這個 中古或者古時候的這個貴族制 貴族制它是什麼 它為什麼落點在這裡 因為貴族制它影響不同家境的人 對不對 它不去這個 它不去取消掉這個階級和這個家族對你的影響 所以貴族制就是在這裡 對不對 可是貴族制有一個優點 它會說 貴族你竟然擁有那麼多的這個優勢 你就必須要有義務 多去照顧那些貧困的人 所以貴族有天生的義務要多去照顧別人 那對 如果實在講 這個是對效益原則的一個修正 那這個原則的背後本身有一個 它叫做差異原則 這是difference principle 他覺得在無制之夢背後的人 他不只 他認為效率原則是不夠的 效率原則雖然對 efficiency對這個效率很有 是效率原則說說 不是效率 是效率原則 efficiency是不夠的 我們事實上會覺得 我們要追求的是difference principle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啊 雖然這個人非常有天賦 IQ非常高 然後我們就是給他有非常好的機會 我們不會讓他成為一個醫生 我們是允許的 我們允許社會不平等 而且他讓他成為醫生 對我們社會社會很有幫助這樣 可是也因此 我們會希望這個醫生啊 他要多付出 來去幫助那些 處於非常不利的處境的人 如此我們給這個醫生 不公平的 比較好的機會和待遇 才是公平的 我們這個背後這個想法 其實就是再去offset掉 自然的天分帶給你的好處 我們會覺得自然的天分帶給你的好處 它是樂透 它不是你真正抵制的 可是我們願意讓你在這個 有效率的體系裡面 多獲得一些東西 社會地位 社會權利 某種層次的工作保障 可是呢 你因為這個天分而獲得這些東西 你必須要貢獻出來 讓這個因素 不是變成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你必須要讓其他人 他的生命展望 不會因此變得過度的貧瘠 他必須要因為你多餘的貢獻 讓他不會覺得你的自然的天賦 獲得這麼好的待遇對亞洲是不公平的 所以你不只要去 even 掉社會地位 帶來的偶然性的差別 你也要去even 掉這個 自然天賦帶來的偶然性的差別 他把這個叫做Difference Principle Difference Principle 其實就是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的這個A 就是說 你任何的社會經濟誌的設計 你看B這個原則 事實上就是 要 offset 掉 social contingency A 那個原則 事實上就是要 offset 掉你的 natural contingency 你的自然天賦帶來的差異 就是說你任何的一個社會經濟不平等的設計 讓醫生過得更好 讓某些人能夠上台的啊 他配合的因素 是因為他比較有聰明才智 那個是天生的 那個其實是樂透 所以你要去even 掉這個樂透這樣一個因素 因為他其實並不是他真正抵制的 所以你要求這些不平等 必須要對最不利的人能夠帶來最大的好處 所以你看 他的第二原則的A 是在去解決智力的不平等 天生的能力的不平等 B是在解決這個社會地位出身的那個位置的不平等 因為這個在無知之末背後的人 背後的人都不會覺得那個是真正公平的 因為他不抵制的啊 那並不是他真正抵制的我 那不好意思我們再講最後一個東西 到底什麼叫做difference principle 大家可能會覺得還是有點模糊 他講說所謂的difference principle 他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一種平等主義的概念啊 我們現在還是有X和Y兩個人 然後我們還是在做某種固定財務的這個分配 然後這個分配會讓他們的utility獲得不同 可是讓他們的utility不同 其實是因為背後有很多其他因素的運作 比如說有很多社會經濟工業產業的運作 然後讓他們這個獲得utility的不同 這樣 所以X和Y在進行社會合作 但我們在分配的時候 會導致X和Y分配的東西不一樣這樣 那先就是講我們要簡化 就是等下只有兩個人而已這樣子 所謂的difference principle是說 我們現在要在大家的這個效益的 utility的這張圖上面啊 畫所謂的無意曲線 無意曲線有沒有聽過 我以前就是indifference curve 無意就是沒有差異的意思 也就是說只要在無意曲線上面啊 同一條線上面啊 我們就會覺得他在某一個意義上沒有差別 這叫做無意曲線沒有差異的意思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畫了黃色這個無意曲線 我們都畫了1234 四條無意曲線對不對 意思是說啊 只要在這條線上面啊 同一條無意曲線上面啊 我們就會覺得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公正嘛對不對 對公正來說沒有差別 在這條線上面 對公正來說沒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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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在一個大家分配到更多的一個狀況 對不對 在這條線上面 大家就分配公正這件事情來說沒有差別 這個沒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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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為什麼無意曲線這樣畫 那現在他說啊 他說啊 無意曲線了這個 這個所謂的差異原則啊 大家可以講 他的一個基本的定義就是說 除非這個分配啊 能夠同時讓兩個人都更好 否則我們寧願要平等分配 也就是說啊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分配的結果 是落點在這裡 那就是x分配的比較多 y分配的比較少嘛對不對 如果你要再分配下去的話 如果不能兩個人都更好的話 他其實我們寧願要這個 我們可以用一個更簡化的方式講 就是說 如果你任何分配啊 你如果任何的分配往這邊走的話 比如說讓x更多 讓y沒有更多的話 那我們就不會覺得那個分配是更值得的分配 我們就會覺得你寧願平等分配比較好 這條是45度 所以這條是平等分配這樣 對不對 比如說你今天分配給x這麼多 分配給y這麼多 你如果再繼續分配給y更多 x沒有更多的話 他並沒有變得比較好 他並沒有變得比較好 就分配以上沒有變得比較好 所以他變得是在同一個無翼曲線上面 而且我們寧願要這個點 這大概能我明白嗎 所以說這個導致任何一個 我們畫出了這個無翼曲線 在這個無翼曲線上面的任何一個點 和他的其他點相比較 就平等的一頁來說都是一樣的 今天我被分配到這個點 和你被分配到這個點 和你被分配到這個點 我y都是一樣的 只有你x增加增加增加 所以對我y來講 就分配的公平性來講 我覺得他們都是一樣的 對我來說都沒有任何的幫助 我寧願要公平分配 完全平等分配 所以這個是效率問題 這是公平問題 而且各自公平的本質是 主要我們兩個都更好 不然我寧願要平等 對不對 今天如果我y分配到這裡 然後你的x不斷的再增加 不斷的再增加 對我來說都一樣 他對我的公平性來說 完全沒有任何的幫助 我寧願要大家都平等 所以這就是無翼曲線 所以在這條線上面 所有的分配 事實上都是視若平等 在每一條無翼曲線上面 對不對 這樣還可以明白 對不對 他平衡是一個公平的原因 就是說 任何的分配 如果沒有讓我能夠更好 我寧願要完全平等的分配 這樣 這樣跟效率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一般我們限制生活中 最常出現的一個曲線 就是長這樣子 我們現在要知道 我們現在是市場經濟 我們會多少接受市場經濟 那我們假設 x是well off的人 是better off的人 他是一個處於優勢處境的人 所以x在這裡 然後y在這裡 這是y 好 對不對 好 那任何的市場經濟 一定會讓x在分配的時候 分配到的比較多 這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情 市場的經濟一定是對於出發電 比較好的人分配的比較多 無可奈何 所以你畫出來 限制生活中的曲線一定是這樣 就是說你在分配資源給x和y的時候 然後經過社會合作 得到一個社會合作結果的時候 你畫出來其實一定是長這樣 他不會在上面 因為他對x來說分配一定得到比較多 如果在這個線的上面的話 代表說y會分配到比較多 不可能 如果x是屬於better off那個人 他在一個市場經濟裡面 他一定分配到比較多 而且我們分配給x分配給y的時候 他們兩個一開始都會 最後的合作的結果 一定兩個彼此都會增加 對不對 可是到達了一個點 x分配再增加的時候 y得到的東西反而減少了 通常我們這個社會 制度一定是長這樣 就是說當你在分配給大家東西的時候 xy一開始都會獲利 x一定獲利比較多 因為他是那個 比一開始是well off的那個人 沒有辦法 我們接受效率就是要這樣子搞 分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再分配下去 x通常還是繼續會分配的比較多 但是y市場反而分配到的比較少 但是y市場反而分配到的比較少 這樣大家可以接受嗎 還是很難接受這件事情 好 這是我們一般的限制生活中 我後來覺得可以這樣想 就是說 如果今天大家 原本大家合作生產出來的東西 如果原本都是完全不合作 就在這裡 對不對 那你現在經過市場經濟之後 大家開始合作啊 那你就開始決定你的稅收要怎麼收 對不對 那你的稅收啊 如果原本收 對富有的人收很多啊 那你們可能就是 在這裡 那你開始慢慢對富人減稅啊 一開始你對富人先收很多喔 因為你開始出發點是公平 你希望對每個人都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你開始會對富人收很多稅啊 那你就開始慢慢減稅 因為然後改變你的社會 經濟體制讓它變得更有效率好了 你覺得效率是重要 所以你慢慢減稅啊 那你就發現大家更努力了 因為市場開始刺激大家努力 假設的話 所以大家的這個生產 分配的結果 X增加了Y也增加 X增加了Y也增加 那一直減稅一直減稅啊 可是減稅到一個點啊 你再減下去啊 X還是很爽 因為他就是繼續獲得很多 可是對於Y就不利了 所以他這個就開始往下滑這樣 減稅是一種 你可以想想看 所有的你有固定資源的 公共合作社會投資啊 你在分配給兩個人的時候啊 如果一個人的出版人 原本是比較好的話 然後你是為了追求效率 而去分配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的分配的這個曲線一定是長這樣 在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對大家都有利 而且是正向成長的 過了某一個階段的時候啊 對Y會變得不利 對X有利 對不對 好 現在可以嗎 好 那對洛斯來講啊 最佳公正點就是這裡 因為我們現在有這群無異曲線對不對 因為上面的無異曲線代表 它是越公平的 同一個無異曲線代表 是同樣的公平的 沒有差別 因為上面 我們會覺得它是越公平越好的 對不對 那最好的無異曲線 能夠跟我們這個 實際上的合作曲線交會的 就是這一點 所以這一點就是一個 最佳公正狀態 那這一點是不是就是屬於 我們剛才講的 第二原則的A的敘述 它不需要對不利的 最不利的這個人Y 你在做社會資源的分配和投資的時候 讓他們社會合作出來那個成果的分配 對Y來說是最有利的 你看你整個分配曲線是這樣嗎 對不對 那Y在這裡只有得到這麼多 Y在這裡是得到最多的 那你再改變下去Y就開始變少了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點 對Y來說是最有利的 那就是最公正的一個曲線 那就是最公正的一個合作的一個點 你想想看 現在的公私利教育體制 教育體系 你可能開始不斷的 因為你的資源是有限的嘛 對不對 你就開始調整公司大學的比例 大家收的學費的多寡 然後好事的制度等等 你不斷在改變這些東西 那你就會發現你在改變這些安排的時候 它會出現這個曲線 在某一段的時候 對最出發點最好的人和最不好的人 都是相對上都是有利的 可能是公利大學不斷的增加也不一定這樣 對不對 可是你到了某一個點的時候 你再做下去你就會發現 對他來說變成不利了 可是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仍然是超有利這樣 那這個時候我們想要選的 最佳的設備公正的點 其實就是這個點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個點啊 事實上當然還是對他比較好啊 對他比較壞啊 因為真正完全的平等是這裡這樣 可是因為追求的效率 所以我們允許了他拿到比較多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去選任何一個地方啊 他都不會拿到最多 只有選這個點啊 他拿到最多 所以我們想要那個最不利 這是一個最不利處境的那個人 我們想要讓他拿到最多 那我們就找到這個點 那就是如果是任何的公共政策 在考慮所有的資源配置的時候 你要去找出那個點來這樣 就是你要考慮怎麼樣去設計一個 健保啊 稅收啊 這個 教育體制啊 你都要讓最不利那個人 都能夠獲得一個最有利的一個結果 可是這個結果事實上還是對 就絕對一而言還是對這個 出發有點好的人是最有利的嘛 對不對 比如醫生還是拿到一個比較好的社會地位 收入和保障等等等等這樣 可是你必須要確保 那些非常不利的 比如說才智沒有那麼好的人 貧困的家庭的人 他能來能夠在 你給醫生的那樣一個資源配置 地位裡面呢 那能夠讓他拿到最好的那個 可能性這樣 這就叫做 讓最差的人能夠獲得一個 最好的一個成果 公平的第二原則 的A款 這樣可以嗎 為什麼大家很困惑 其實不要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要去 要去even掉社會階級造成的不平等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這個這一條 那我們要去even掉 自然天賦財資的不平等 所以我們就解決了這一條這樣 我們就選擇了這個 所以我們最後達到的就是這個東西這樣 然後 差異原則主要是在針對這個 因為我們要解決掉社會地位出身階級的不平等的時候 我們可能大部分是用這個基本的公共教育來解決這樣 可是要怎麼樣解決這個財富的不平等呢 對如果是來講 你就不需要去靠這個 這樣一個差異原則 就是說如果分配結果對我們都沒有更好的話 我寧願要大家是平等分配 那如果分配的方法 確實讓大家都能夠獲得更好的話 那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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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想要一個 對最卜利人來說是最好的一個分配 那對如果是來說 只要是這一段 我們都可以說它是相對上是公平的 因為它對大家都有利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完美的公平的點 那這個是一個大家最不想要的 這個是最不公正的 最不公正就是 處境好的人他還要多 那處境差的人他其實更差 台灣的教育處境就是這樣對不對 你家境越不好你自己越不聰明 你要富的四季大學學費更貴 對 那你將來獲得的這個職位的 社會工作的這個結果也是更差 對 你並沒有變得 你就變得反而是在這一段這樣 那好人更好 壞人變得更差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有問題嗎 今天沒有被消暈 今天沒有被消暈 你們會覺得他想要去 even掉自然天賦的差異 這個太極端了 還是覺得很合理 對啊 可以嗎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這樣你們大概就了解 羅爾斯了 好 就在五字字幕之後的人 會去做這個選擇 然後 小Efficiency本身 沒有辦法選出什麼 是比較公平的 那他可能會有一個弱點是很糟的 努力字也是一個很Efficient的效果 為什麼 因為努力字的那個點啊 你在做任何的轉移分配啊 都對主人是不利的 所以你沒有一個更有效率的分配方式 所以努力字也是最Efficient的 如果你只用Efficient來判斷的話這樣 所以Efficient本身啊 大家去研讀他 當代經濟理論最核心那個進化 那為什麼他跟空品是沒有關係的 Efficient雖然對我們 生活幫助非常的大 我們希望找到一個 真正對大家來說 分配是彼此都能夠獲利的方式 可是他對於公平來說 是不一樣的兩件事情一樣 可以嗎 那我們就到這裡囉 那非常感謝大家 以及2 可以 到這邊 我們在下集中 有些人最大的 我們在下集中 有些字幕 先把這些約定 可以讓我們一些 的